接著要來看到的是臺北市長蔣萬安 昨天到議會民進黨團 說明重大法議案及預算 議員個個是有備而來 像是議員陳怡君就質疑 臺北市政大樓節能減碳的智慧計畫 預算居然斥資十四億元 這是非常離譜 更很酸說 難道這個蔣萬安是王子 要把宮殿打造的美倫美奐嗎 一到場先和大家主義握手問候 臺北市長蔣萬安親自帶領市府團隊 拜會民進黨團 才剛就座就被減輸陪考試 被要求和藍尾溝通 中央總預算案 蔣萬安略顯尷尬 此時陳怡君接棒出招 批北市府大樓改造 花費不合理 中式一個這個辦公室的改善 以及這些中庭的改造 然後還有節能減碳的計畫 就要斥資到十四億元 那還是因為蔣萬安市長 你是王子 所以你的這個宮殿 必須要美倫美奐 北市府陳青節能減碳專案約七點五億元 其餘六億多是提前施作的例行維修 但讓蔣萬安頭痛的除了市府大樓改造爭議 還有前朝的棘手難題 你過去你是靠三寶爸 然後拿到了這個台北市長的這個寶座 但是我感覺近期很多的事情 民進黨議員來勢洶洶 要蔣萬安拿出態度 對重大案件別以託待變 及時處理 這條綜合報導